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房产小知识 今天我们来讨论为什么外国人喜欢到马来西亚居住 第一,有良好的教育系统 从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更高等的教育设施 马来西亚都非常齐全 我们马来西亚在2019年也被UNESCL 列为全国最佳教育选择排行榜第11名的国家 这里有超过160间的国际学校可以选择 普遍都采用IGCSE或者是IB课程 而且在马来西亚留学 日后也是可以到其他欧美国家去深造 因为马来西亚的毕业证书是国际普遍认可的 而且这里的生活费、留学费也相对的比较低 所以,在马来西亚留学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国家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采用独特的双联教育和学分转移 毕业生除了能获得本学院的毕业证书之外 还能获得与国外合作的大学颁发的证书或者文凭 并且国际认可 同时,在马来西亚大学留学有跳板的制度 就是在马来西亚大学学习部分课程之后 可以申请到其他国外著名的大学完成你的课程 这样你就可以减少留学成本的同时 也增加你大学文凭的可信度 第二,马来西亚的医疗设备 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在世界是有权威的 在2019年,马来西亚在美国 国际生活杂志里的全球最佳医疗保健类别中 排名第一 这并不是代表说马来西亚的医疗比美国还是英国来的先进 而是因为有很多先进国家的医疗虽然很进步 但是他们的医疗费用却很贵 马来西亚不仅有世界级的医疗质量 更重要的是有竞争力的价格 与新加坡、泰国的医疗费用相比 马来西亚的医疗费用是相较的低 所以,外国人在马来西亚就诊时 无需担心口袋里会被掏空 除此之外 马来西亚大部分医护人员都精通华语、英语、 马来语及部分疾患方言,可减少医患沟通障碍 另外,部分医院也特聘专业翻译服务人员 让患者无论是取药、问诊或接受治疗都方便自在 第三,想要换生活环境或者想要在国外买度假屋 在地理角度上来看 多数的外国人想要搬来马来西亚是因为马来西亚处于地震带之外 免受雨地震、海啸、台风等等的侵害 而且马来西亚与许多四季国家不同 只有雨季和旱季 常年都是夏天 所以在外国冬天的时候 很多外国人都喜欢来这里度假 在这些国家之中全球华人最多的国家排行第三的就是马来西亚 虽然印尼和泰国的华人多 但他们多数都是用印尼话、泰语或者是英文来沟通 马来西亚的华语平均至少都会说二到三种语言 除了华语也会方言 例如粤语、福建话、客家话 甚至有些人会潮州话、福州话 海南话等等 虽然马来西亚华人在说中文的时候会有带一点本地口音 然后也会掺杂一些其他的语言 毕竟在这个多种语言交流的环境里面 但是如果说是要与中国人交流的话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换新的环境来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特地去学新的语言 因为多元文化的因素 让外国人在此生活不会有沟通问题 最后最吸引人的还是因为这里不管是买房、开公司还是移民的入门坎 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 马来西亚是最低的 在马来西亚开公司的话 董事还有股东都可以全权是外国人持有的 不需要有马来西亚公民持有股份 马来西亚的房价比起其他亚洲国家 例如新加坡、台湾、香港都来得便宜 房屋也很宽敞 部分原因是土地便宜 在这可以以低价拥有宽敞舒适的房屋 马来西亚当的政府的政策显示 外国人买房必须要满足最低标准 每个州属都有自己的标准 一般限制在100万 虽然买房入门坎低 但是马来西亚在投资房产租金回酬率是不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来得高 毕竟马来西亚的生活费也相对的比较低 除此之外 马来西亚的法律健全房产的法律基础是用澳大利亚的The Torrent System 澳洲登记制 有几个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新加坡等等都在用这个制度 所有的产权都是根据不可废止原则 买家购买的产业能得到最高的保障 因此吸引了大批的海外投资者和寻求长期居住的外国投资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follow我们的social media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